看衰美国6月通膨率持续攀高 12号台股多头信心全面溃散 在电子金融航运类股领跌下 加全指数中场狂卸389点 失守14000点大关 在创一年半以来新低记录 落下的刀子连国安基金都不敢接 全王台积电重挫12块5 450元关卡没守住 晶圆代工二哥联电 IC设计龙头联发科 封测龙头日月光 股价也分别大跌2%到4% 在全球央行升息 消费需求放缓 库存水位垫高 一连串利空重极下 半导体景气谷底只怕还没到 库存消化两到三个quarter 其实你要从明年第一季开始算 因为今年底为止 库存都是持续增加的 你就算要乐观一点说 一样两到三个quarter消完 那最快也是到明年第三季 那如果不幸一点要消得更久 比如像西元2000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internet bubble的库存 修了两到三年 那会不会到那个时候一样惨 现在状况甚至比2000年 可能还要再严峻一点的理由 是现在还有通膨 2000年的时候没有什么通膨压力 过去两年 晶片需求大爆发 一线二线晶圆厂积极投产 产能过剩的卫爆弹 逐渐浮上台面 英国经济学人警告 2020到2021年 全球共34座晶圆厂动工 2022到2024年 还将新增58座 让整体产能暴增40% 晶片制造商 恐将陷入超大型破灭危机 英国调查公司也示警 现在的情况 比2000年网络泡沫严重 除了台积电等前几名大厂外 其他厂商获利恶化 产业可能面临重组 那目前来说 其实还没有看到 太多公司 已经对于景气面提出 比较正式或者明确的预警 那也就表示说 其实现在所看到的 基本面恶化 可能还不是最坏的现象 半导体最坏情况还没到 相关族群股价早已反映一波 以台积电高峰688元股价 跌到近期低点433元计算 市值一度缩水6.61兆 大减37% 蒸发市值相当于100座 造价600亿的101大楼 联发科更是落难一哥 股价从最高1215元 跌到近期低点597元计算 市值也一度大砍 9854亿幅度高达51% 至于这波去库存风暴会持续多久 市场需求说了算 中间的IC设计公司是最辛苦的 因为他们的终端就是什么PC品牌 什么手机品牌 已经在下修订单了 而且在调库存 但是上游台积电的晶片 源源不绝的一直过来 要么一方面有杀价竞争的压力 要么有库存存货叠价损失的压力 但是对最上游来讲 严格来说库存调整是明年才开始 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看到 一档股票的股价 就是由本益笔乘上预估的EPS所形成的 所以当这两股力量同时形成 本益笔下修 那接下来EPS也下修的时候 那这个状况如果都发生了 才有机会看到整个半导体股 真正在利空中尝试打顶 通膨恶化消费放缓 势必冲击企业获利 影响资本支出 半导体业景气猪氧变色 引发股牌效应 TVBS新闻罗士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